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4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土城区的霍饶里 霍饶里的里长呢 他是带动社区里的里民 一起来打造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 用心摘种了很多植物 最近他们种下了葡萄也准备要来收成了 一串串的葡萄结石累累的样子 也成为社区里另外一个吸引人的景点 价值上的藤蔓垂了下来 全部都结满了一颗颗的小葡萄 霍饶里里长许春藤骄傲的笑着说 这些再一个月就可以收成了 土城区霍饶里用心经营他们栽种的植物 将本来没有人敢靠近的公馆勾研案 打造成像是法国的葡萄庄园一般 成为当地居民散步的好去处 因为我刚开始种这个葡萄 我的过想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这个棚架 就是希望种一些攀庄的植物 像九重阁还是黄猪卵产 还有爆炸花 后来我们跟李明他们的过想说 那里长我们来种葡萄看看 起初我们种那个 在刚开始我们种那个百香狗 可是在百香狗那个棚架很低 剩的很多 可是被小孩子还没好的时候 都被小孩子扒光了 后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 李明就在过想说种一些葡萄可以 这个夏天就是最主要是夏天可以 这个攀四叶 走过比较阴凉比较舒适 利用豆浆渣有机肥的照顾 放眼望去葡萄已经结石累累 连金都长得很粗壮 社区总体营造需要所有居民的帮忙 现在社区里还有许多志工分组排班 一起打造社区的小花园 我们目前有七八四个助工 我们成立有一个立化景观的社会 我们平常就是他们就是分组 分宿组 然后他们就组长就会去安排 看看哪一个草 那个草已经长出来的 像我们这个葡萄收成完 要剪汁明年才会再长芽 除了葡萄以外 也可以看见各种花花草草 都沿着布道种植 这些都是居民合力下的成果 而葡萄也预计六月即将收成 要做成新鲜健康的葡萄醋 与大家分享 中夹新北新闻土城采访报导